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恋爱顾问考拉小卡 小卡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主题是 选女朋友姐姐好还是妹妹好 好了 今天咱们聊点开心的 就是为大家选女朋友来了 那咱们在选妹子的时候 到底是选这种比自己年纪大的姐姐型的好 还是选这种可爱活泼的妹妹型好呢 那今天考拉就为大家分析一下 然后在咱们挑选女朋友的时候 有一个小小的参考 首先咱们就来说说姐姐型的女生有哪些好处 考拉认为这种姐姐型的女生 她更多的是有这种体贴 因为她可能相对于这种妹妹型的女生 她可能更有自己的主见 而且更会体贴人 所以咱们如果跟这种姐姐型的女生在一起的时候 她还特别的会照顾人 所以呢 其实考拉自己也是比较喜欢这种姐姐型的女孩 当然啊 你可能会说说考拉 那这种姐姐型的女生会不会特别的瞧不起人 或者是在她面前我会不会显得像个弟弟一样 然后没有这种男子气概 其实考拉认为啊 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这种性格特征进行选择 如果说是你是希望你找的另一半呢 是可以引领你的 然后可以为你做一些事情提供一些意见的 那咱们呢可以选择这种姐姐型的女生 但如果说是你是一个这种 特别的希望别人认可你的 然后希望从这个女生的身上得到一些认同感的话 那考拉会建议大家可能选择这种妹妹型的 会更加好一点点 因为她会给你充分的这种崇拜感 然后会让你想保护她 激起这种保护的欲望 那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性格进行选择 那跟妹妹型的女生在一起的话 那咱们可能就会更加的需要呵护她的一个情绪 因为这些女孩呢可能会把你变成她的一个生活重心 然后呢可能会把你像一个哥哥一样对待 所以呢你可能会需要对她有一些引领的作用 她会在生活上比较依赖你 然后会比较粘人 然后所以呢刚才说的这种姐姐型或者妹妹型的女孩 对于考拉来说其实我都很喜欢 我觉得漂亮的妹子 可爱的妹子都特别的吸引人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考拉一样的想法 那么如果说是大家在挑选女朋友的时候 考拉认为啊第一个 咱们还是要符合自己的性格 两个人性格相符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真的是在喜欢面前这个年龄啊 或者是性格啊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喜欢的是她这个人 而不是她是姐姐型或者是妹妹型 但是呢咱们如果是在追求之前啊 可以进行一个自己的预判 然后确定咱们这个追求的方向 那么以上呢就是咱们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说是你有任何的情感问题 欢迎大家私信考拉 当然也欢迎大家转发投币哦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